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静听,我是小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山口百慧 荣祖儿有一首歌叫山口百慧 年纪轻的人也许只认为这是个歌名 但是要留意就会发现近段时间 一个微胖,富泰,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年妇女上的热搜 它就叫山口百慧 很多人不相信照片里的人是山口百慧 或许在我们的记忆中对于山口百慧的印象 永远停留在一个单眼皮,小虎牙的青春少女 美人迟暮,但美眼弯弯处既是幸福的模样 有些人哪怕许久未见,再见时也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太经典,所以无法忘记 在山口百慧这首歌中有句歌词 千华可以喜退,但气质不改 如淡庄,白纸中可会上花海 或许这句话是对山口百慧一生最好的注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多数家庭都有几件日本货 山色音响,松下电视,下谱808是录唱机 还有不知道复制了多少次的山口百慧歌曲录音带 1984年,日剧《血仪》在大陆播出 随后引起了万人空向的轰动效应 一部电视剧把整代人的记忆记在同一个关键词上 这个关键词就是山口百慧 他清纯,美得并不多多逼人 自带一股忧郁气质,令人心生怜悯 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 看到貌似山口百慧的张子峰 何炯还是会感叹有种美好的感觉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想象 当年的山口百慧有多么高的人气 那时候不懂日语的追星族用汉字注音学唱他的歌 如果能穿越到80年代 在城市的街头走一走 你能够发现一些店铺的门口 都会悬挂山口百慧的海报或者是照片 为店铺招揽生意的不是浮夸的宣传语 一张照片就足以引人驻足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 人们对于山口百慧的喜爱 只来自于电视剧《血仪》 人们并不了解山口百慧 更不知道这样一位看起来未成年模样的演员 其实是一个13岁出道 16岁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 出名要趁早 1972年的12月 年仅13岁的山口百慧 在第五届明星诞生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日后撼动整个岛国娱乐圈的神话少女 就此横空出世 作为歌手 山口百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一共出版发行了31张单曲 累计销量1630万张 黑教唱片共45张 累计销量434万张 山口百慧成为日本70年代最有实力 也最为走红的明星 1984年电视连续剧《血仪》在中国播出 而此时它已经隐退了4年 从1972年到1980年 山口百慧的演艺生涯只有短短的八年 对于我们来说 短短的八年或许不足以成就些什么 但是山口百慧却从一个平凡的小姑娘 变成无数人的偶像 1989年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上 以一首《风继续吹》 作为自己歌唱事业的钟掌 唱到情动处不仅以掩面而泣 感动无数人的《风继续吹》 就改编自山口百慧的《再见》的另一方 然而被称为樱花之神的山口百慧 在最美好的时光激流涌退了 犹如樱花一样温婉 也如樱花一样在盛放之际凋谢 看过银河也只喜欢一颗星星 见过江河大海独爱心动的溪水 山口百慧终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礼 山口百慧虽然是以歌手而成名 但是它可爱清纯的形象 也引起了日本电影圈的关注 15岁时山口百慧被确定主演电影《一斗的舞女》 同时电影公司面向全社会招募男主角 结果报名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 谁都想演山口百慧的男朋友 最终导演选中了一名刚刚大学毕业 长相温柔敦厚的青年 他的名字叫三浦有何 三浦有何当年是热爱披头式的摇滚青年 他有一颗玩摇滚的心和高仓剑一样 演员这种靠脸吃饭的工作他是看不少的 直到遇到了自己的女神山口百慧 宇君出香时犹如故人归 当时他22岁比山口百慧大七岁 年轻的荧幕情侣一炮而红之后 他们拍摄了电影《潮骚》和《绝唱》 1976年后山口百慧和三浦有何一起拍摄了《风雪黄昏》与《春秦超》等多部电影电视剧 两个人的默契就如小炳界的赵本山和宋丹丹 相声界的郭德纲和于谦 随体姐的胡歌和霍建华 一次山口百慧累得在车里倒头就睡 三浦有何叹息一声 还睡着呢 累坏了吧 也许在意就是心动的开始 山口百慧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 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 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 那种乐乐不出让人感到新鲜 两人在夏威夷拍广告时三不友和 偷偷把电话号码塞给了山口百慧 人生至少有两次童年 一次是六岁之前 一次是爱情 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的山口百慧 对爱情怀有美好的憧憬 山口是妈妈的姓 山口百慧一出生就被贴上私生女的标签 家境拮据母亲靠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另有家世是个典型的渣男 没有给过他们母女一毛的生活费 而且爸爸的原配还常年侮辱他们母女 在他13岁成名后 那个没有管过他的爸爸 突然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摇身一片成为苦苦养育山口百慧的父亲 无节制的要钱 17岁时 面对他的无厌的父亲 山口百慧干脆丢给父亲几百万日元 从此断绝父亲关系 关于自己的身世 山口百慧后来在自传书《苍茫史分》里是这么写的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怎样出生的 我没有像世间一般的母女那样 母亲会对孩子说 生年的时候呀 这类话的记忆 我没有过 没有感受过父爱的山口百慧 在与三不永和长达六年的合作中 朝夕相处耳边思摸 多年的默契逐渐转化为对彼此最深的情谊 人最幸福莫过于在自己花团紧促时 遇到想要生活一辈子的人 1980年10月 山口百慧举办告别演唱会 临近伟生时 她披着纯白的婚纱 缓缓走到舞台的中央 哽咽地说 我决心好好活着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母亲 我决心去爱 去经受创伤 笑着 哭着 喊着 生活下去 我会幸福的 当时山口百慧21岁 那时候她已经红遍整个亚洲 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拥有了全世界的女人 却淡淡地说 她只要三不由和 有人说 如果有初见时的强烈弄心 还有熟悉后的长久安心 那大概就是真爱了 在三不由和身上 山口百慧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繁华中遇到爱 不放弃 她最大的愿望 不过是 一日 二人 三餐 四季 现如今 我们自以为 看过了爱情的前半模样 对人与情都不再 抱多少期待 却不知 山口百慧的一份爱情 竟火出了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样子 在唱完一曲 再见的另一方之后 山口百慧把话筒 留在舞台中央 从此决然离开 没有再回头 这一别 已经过去三十九年 土磊说 男人真正的本事 是真正有一扇门 天天为你开着 真正有盏灯 为你亮着 真正有个女人 永远在你身边围绕 结婚之后 荧幕上经典的金童玉女 再也不会重演 三不友和一度接不到戏 事业陷入低谷 名气一落千丈 家庭经济一度结局 山口百慧毫无怨言 她始终站在她的身旁 默默地帮她打理去 三不友和回家再晚 家里永远为她亮着一盏灯 所谓烟火幸福 不过是有个人和你结伴而行 知你冷暖 懂你悲欢 日本在每年的11月22日 评选年度好夫妻 山口百慧和三不友和 连续多年都获得 日本最好夫妻的荣誉 虽然如此 全世界都在等着 他们的婚姻出现反复 等待山口百慧付出 但这一切终究没有发生 如今 他们不是娱乐圈的明星夫妻 只是一对人间烟火里的 寻常夫妇 也许真正的英雄主义 是看透生活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只有真正关掉特效后 才知道平凡有多么震撼 李逼华说 一个女人 要有多少爱 才能愿意站在厨房边 把那堆碗洗干净 而山口百慧 这名专业的家庭主妇 洗了三十多年 一壶酒 一干身 快活之浓 他孝顺公婆 为两个儿子做了十五年的盒饭 丈夫夸他做的饭菜 是最美味的饭菜 儿子表扬妈妈蛋糕做得很好 出版社一直在游说山口百慧 出一本三浦家的菜谱 但是山口百慧一直没有答应 两个儿子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他们掩去父母的信誓 不想靠父母的光环生存 山口百慧培养了自己最大爱好 做拼音部画 从1988年开始 他已经创作了三十多年 并且以三浦百慧的名义 多次举行了个展 而经常在日剧中 演孩子爸爸的山浦又何 写了一本书 叫《相信也可以译成投缘》 在这本书中 山浦又何介绍了自己 与山口百慧的夫妻圆满的秘诀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 不管多忙 夫妻二人也要一起吃饭 边看电视边聊天 结婚以来没有吵过假 他觉得夫妻对话 是夫妻圆满的一大迷诀 还有一条就是夫妻约会 山口百慧与丈夫 每个月都会外出约会一次 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街 一起去餐厅吃饭 绝不出轨 这是三不由何 丽莎的誓言 即使她身材不再苗条 甚至焦耗的容颜 开始爬满皱纹 三不由何对她 只有在乎 原来最好的幸福 终是不观风月 不带风情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换 夫妻二人始终能 醉心与平淡流年 在时光里相守 在困苦间相牵 在老去中相忘 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滋味吧 在日本人民的习目中 21岁就宣布 隐退的山口百慧 是一位完全符合 日本社会道德 伦理标准的贤妻良母 也正因此 她受到了国民的尊敬与爱戴 每次出门 人们见到山口百慧 都只是微微地向她鞠躬 绝对不会上去 找她合影和签名 就连记者遇到山口百慧 也绝对不会上去采访她 如今两个人已经结婚39年了 一个在事业巅峰时 激流涌退的人 从未改变过处中 有时候不免会好奇 山口百慧 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中 会作何感想呢 在电影《甲方乙方》里 徐帆饰演的女明星唐力军 因为厌倦明星生活 而退出娱乐圈 但变回寻常百姓 却无法忍受平庸的生活 我曾以为山口百慧 隐退后的生活 也会有类似的落差 但看到那张她和三不又和 年老外出的照片后 我明白了 山口百慧 与绞柔造作的人 有着本质的区别 或许 在见识过最华美的风景后 相扶教子的平淡 婚姻的幸福 是山口百慧 真正安心 想要拥有的生活 而真正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才堪称不忘此生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静听 我是小默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会